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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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算时间老去 就算无唤醒意 慢慢靠近 调整呼吸 相遇而游到水里去 我要时间 都留给我 云的安静 风的调皮 和你看年华日夜调替 我要时间 你留给我 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 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 单独和我 我知道了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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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成他这么优秀 有人喜欢有人追 这不很正常吗 如果他要是不好 没人喜欢 我也不能同意 你们在一起呀 好了 等过了年 明年 也该给你们跳跳日子了 好 喝一杯 我听说 格兰城出事之后 你接手了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了 易总 您这么欣赏嘉诚 有机会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 她真是急脾气啊 这话还没说完呢 菜都没动呢 就着急说结束语了 没有 她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已 对吧 易总会演识英才 不合作 那不是一种浪费吗 我也觉着 本来这个项目 最早是我发现的 也是我立派众议 把这块地皮给拿下来的 开始的时候不被看好 可是现在 她的潜力 已经慢慢地显示出来了 虽然目前 遇到了一些状况 但是不影响她未来的发展 她的区位影响和周边的发展 指日可淡 我只是 最近老是在琢磨 怎么利用她的劣势 把这个格兰城的项目 给她完成好 甚至 把它做成一个精品 把它变成 易贸地产的品牌标志 将来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区 复制推广 好 那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先建一个中心配套设施 这件事情 我已经在股东大会上 讨论过了 你和师姐和好吗 不行 不能这么问 你在忙吗 想和你聊聊 不行 这么问没意义 佳成忙的时候 从来不看手机的 好的 谢谢 合作之前呢 还是要对格兰城做个具体的考察 我也知道 时间呢 确实是紧了一些 但我不希望它仅仅是一个配套设施 它得有舒适度 有设计感 它得是一个作品 如果它能成为格兰城的标志性建筑 那就更好了 它本身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有些时候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配套设施设计图如果搞出来的话 说不定比项目本身更具协力 您说的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啊 这个项目必须得交到您手上 我才能放心 时间紧 任务重 佳成啊 前期的考察就交给你了 宋教授 您就交给我吧 易总 刚刚听您说 地面面积剩下有限 所以我认为 楼层不必太高 而其建筑的外部结构 要吸引眼球 应该要做到百米之内 有足够的地标性 而且 又能和格兰城其他的项目 区别开来 确实有些难度 有难度才有挑战嘛 易总您交给我 我会去想好地给您答复 那就交给你了 你不跟嘉诚再聊聊了 您不是刚交了任务给他吗 我就不打扰他了 省得他嫌我烦 小婧 我们聊聊好吗 我累了 爸 咱们回家吧 我今天要睡美容觉 这可不容易啊 你看看 这次老爸 终于比男朋友重要了 宋教授 那您快回去休息吧 行 那你开车慢一点 小婧啊 家传可要走了啊 让他走吧 小婧 耍什么小兴子嘛 爸 您先回去休息 我晚点回来 看 我就说嘛 这老爸呀 还是没有男朋友重要吧 爸 您最好了 早点回来 嗯 嗯 养 师姐 不好意思啊 没有跟你打招呼 我就直接过来了 家丑 我好想紧紧挽着你 但是现在的我 肯定没有这个资格 对了 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 开始 她还蛮积极接受治疗的 但是现在 直到我放弃考研去找工作 前几天她就偷偷服了安眠药 不过你不用担心 幸亏发现的及时 现在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先生 您这个 不好意思 多少钱 一共二十 二十 其实阿姨最近的情绪 并不是很稳定 所以你应该多花些时间 去陪陪她 我已经从学校搬回了家里住 虽然 她总是表现出 积极接受治疗的样子 但一天不手术 我的心里面就不太踏实 手术的时间定了吗 还在等床位呢 或者 再找找其他预员 大晚上的喝咖啡 会睡不着吗 不会 等一下还得回生间院 接受工作 对不起啊 耽误了你的时间 再十分钟 最多二十分钟 我喝完手里这一杯 我就立刻消失 你不必在意 反正我在等我朋友 他能帮你安排医院的事情 谢谢师哥 没关系 师姐 其实 这次帮你把医院安排好了之后 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 小金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小金师姐她确实是误会了 我找个时间 一定会去跟她解释清楚 好 我朋友说今天有点晚了 明天才会给我答复 你那位朋友是高雁匪吗 你怎么知道 我就只认识你这一个朋友 有点烫我喝不进去 如果你要赶时间的话 那你先回去吧 你等一下怎么回去 坐公车 走吧 公车站离这不远 我送你过去吧 太晚了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好 老婆 我明天就要走了 给我抱一抱 先把行李收拾好了 来 好 我收拾那些只需要五分钟 我现在只想抱 你知道吗 再次我们两个在一起 好像就没有分开过这么多天 有啊 上一次你去清零 我出差没有办法赶回去 那一次就是三天 那我不管 三天 三天就是极限了 那如果超过三天 你会怎么样 绝不能超过 我会窒息 会撞枪 会不顾一切地去找你 是 你说的 我说的 我说的 小震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我不希望她 不希望她不愉快 这次帮你把医院办好了之后 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 喂 你好 易某 知道了 易总 人事那边送来了试检的资料 我查了一下时间 看样子她应该是在格兰城出事之前 就给咱们公司的帝国求知信息了 你说这姑娘她至于吗 想进咱们公司绕这么大个圈 我们公司待遇有那么好吗 好 面试安排了吗 她们给另外一个人发了最后的面试信息 我让她们给试检也发了一份 你说得好 那另外一个人还让她过来吗 我懂了 对了 叶嘉诚在门口 说宋院长让她来取格兰城所有的设计图纸 让她进来吧 把图纸拿过来 嗯 进来吧 谢谢 坐 谢谢易总 不客气 贾超 宋院长待你几年了 从在校期间开始算起的话 至今差不多有六年了吧 大三的时候 宋院长给过我一些学术上面的建议 我一直受影至今 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 伯乐认出了千里马 好 易总 您过脚了 我还有待遇提高 伯乐认是在训练千里马 贾超 不瞒你说 格兰城这个项目很棘手 即便是宋院长极力地推荐你 我还是有些顾虑 你能理解吗 易总 我想在您看到全部的中央配套效果图之前 我说再多也无法博得您的信任 这么说吧 建筑设计师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但也是我获取自我成就的唯一途径 易总 我想请问您 您知道贝玉明吗 现代建筑的最后导师 是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差不多是一九四八年 从学术的象牙榻里面 步入了实际的建筑领域 如果我是一九四八年年轻的贝玉明 易总 那您就是威廉陈跟道夫 你很会聊天 阿姨这个造型不错啊 你给他造的心啊 阿姨这个造型至少年轻了十岁 不信你看啊 待会儿会不会有车带书来跟他跳舞啊 就你嘴甜 难怪我妈最喜欢和你聊天 你已经说的是实话嘛 对了 易茂人事部通知我最后一轮面试了 通知你了吗 还没 喂 你好 十检同学你好 我是易茂集团的张凯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明天来易茂集团面试 请你提前做好准备 哦 好好好 我 我知道了 具体的时间地点 短信通知你 好 我明天一定准时去面试 谢谢 是面试通知啊 嗯 那太好了 要是咱俩真的进同一间公司啊 这不是聊八卦电话费都啥了 但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部门呢 不可能 等等啊 通知我 也通知你了 但总经办这次只要一个人呢 怎么办 世剑 再来不会成为竞争对手了吧 俏俏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哎呀 没事 易茂人事部不可能就只要一个人的 再说了 就算咱俩真的竞争一个职位 我也把它让给你的 因为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 我不喝了 一会儿还得继续工作呢 哎 喝点小酒晕晕的 好画画外太空嘛 我看我还是先把第九管好 再去设计其他星球吧 医院的时候给你问了 最快也得三四天 其实这个转院啊 挺麻烦的 不是说换就换的 这医生得看过检查结果之后 才能下手术通知书 万一呢 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 药物控制怎么办呢 听他的意思好像不会保守治疗 手术是最佳方案 你帮谁问他 尸检 叶嘉诚 你是这样的人啊 宋小金可让我汇报情况了 什么情况 叶嘉诚喜欢上尸检了 你别乱说 我就是害怕小金误会 我告诉你啊 尸检母亲转院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这好医生以后 这事我就不想管了 大哥 你可省省吧 可别管了 宋小金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好人我也不想当了 要不是我为追这个女孩 不熟的人小爷我还不甩呢 行了吧 这次就算你帮我 我知道我知道 快追啊 你快追啊 你这书呆子你 小金 我去 走这么快 我还想出来劝劝呢 得了吧你 我看你是出来看热闹的 还是你了解我 行了 我先回设计院了 行吧 医院那边订好时间 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好 先谢了 嗯 走了 拜拜 来 平时除了看课本以外 还读什么书 科幻小说 诸如时间穿越之类的 那有什么专长 比如说开车 嗯 英语过的雅思 钢琴九集 学过一点茶艺 还对建筑方面的知识 有一定的了解 咖啡机会用吗 会啊 嗯 花式的咖啡 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 可惜我们公司 没有这样的咖啡机 为什么选择来异貌呢 因为异貌的实力 以及它未来的发展 那你觉得 艺茂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地产是艺茂未来最好的投资发展方向 在未来 国内大小城市都会有艺茂的置业 并且成为地标性的建筑 尤其是在二零一零年以后 艺茂会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合作项目 并且由住宅类的建筑 像旅游业和酒店类的建筑 来转型 哦 你那么有野心啊 因为这些未来一定会实现 嗯 但这并不是你来异貌的真正原因 哎 的确 我只是需要一份工资 在办公室领工资 很多时候不需要说实话 但 在您的办公室 确实需要说实话的人 格兰城这个项目虽然已经退导重建了 但是已经对艺茂的名声 造成了损失 是 必须及时补救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个人认为 可以加上一些花边式的补充 具体说 比如 名声都是口口相传的 人们在选择一个社区的时候 不单单是看中他的房子 还在于他的周边环境 比方说绿化 生活质量等等 如果可以在小区的附件上 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 那 就不用担心未来口碑会变不好 当然 现在一时半会儿 业主们也住不进去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期待的 比方说 在叫定金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些相应的福利 可以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建一个综合的配套硕士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我也不太了解地皮的实际面积 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可行性 完全可以 你摸起身体怎么样了 他现在情绪已经稳定了 也愿意配合治疗 我现在正在等待医院的回复 希望可以尽快进行手术吧 对了 对了 这是您的手帕 谢谢易总 那就等你母亲手术结束之后 正式入职工作 谢谢易总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是我希望以后在我身边工作 不只是为了一份工资 我会努力加油的 我相信你 对了 长进那个案子已经有了结果了 考虑到他主动投案自首 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希望他改过自新 好好反省 争取早点出来吧 三年之后 长进还不到三十岁 一切都还来得及 希望我为他争取到的时间 可以改变他未来的命运 你好 你好 有事吗 请问人事部在哪儿 您是来面试的吗 嗯 面试哪个部门 总经理办公室 有通知你吗 有 这两天通知我过来的 那你稍等 我问一下 好的 谢谢啊 喂 张秘书 面试你们办公室的实习生来了 怎么安排 你告诉他已经有人选了 让他回去吧 好的 这个职位已经招到人了 不需要再面试了 不需要人了呀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总经理办公室 会突然招到人了呢 这我也不清楚 反正那边说招到人了 我看应该是有合适的人选了 我有个同学 他也是来通知面试的 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 他还有没有希望 他叫什么名字 石俭 石俭 嗯 哦 他已经来面试过了 总经办那边或许招的就是他 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医生 我们这几天就去办 谢谢啊 好 那我就去忙了 都解决了 嗯 要谢谢你啊 我这两天就给我妈 去办入院手续 转业不是什么小事情 你很幸运 阿姨不会有事的 那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 谢我个闹 你要真想谢谢高岩飞 走吧 干杯 爷爷 喝一个 啊 师姐啊 我作为师哥呢 得跟你说句话 这个眼界啊 得放开了 这老不能一页帐目嘛 你还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再帮你点 换句话说吧 师姐 你是个好姑娘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 啊 师哥 啊 你也不要左不右盼了 啊 祝你幸福 早日找到自己的书宴 我呀 嗯 难找 喂 你怎么了 你慢点说 我现在过去 哎 怎么了 小精在浴室里面跌倒 我要送她去医院 啊 我跟你过去 你俩都喝了酒了 我来开车吧 你会开车 当然 走啊 不是 走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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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 是你驾我开车的吗 嗯 啊 不想练了 好难啊 那我们就先不学了好吗 我们先练驳车 好啊 我最喜欢了 şeh Oooh donc 快 quart 由此不可教议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真是这个水平啊 肯定不会让你上路的 那我正好就不选了 反正以后都是你来开车 宝贝啊 那万一我要是生病了 我要是出差了 必须要你来开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不生病吗 你要是出差的话 我可以坐地铁 骑自行车 还有坐公车 很环保啊 那 如果我们要是自驾游呢 那我要是开了全城 每天晚上你想想 我回到酒店之后 我还有什么历史就干嘛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练就是了 嗯 开吧 扇门打开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别误会啊 师姐 放我下来 你小心点 脚不是崴了吗 师姐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接近我欺骗我感情不说 你还总背地里向我男朋友施爱 现在连高雁斐都被你蛊惑了 你够有本事的呀你 小婧 你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 叶佳成 你不喜欢她 你倒是拒绝她呀 她找你帮忙你就帮 她让你喝酒你就喝 全天下女人都要喜欢你 我宋小婧一个不够是吗 你不能这么说佳成 她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她是什么样的人 需要你告诉我吗 难不出你比我更了解她吗 我起码知道她是一个优秀善良 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我告诉你 师姐 有自知之明的话 趁早给我滚远一点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太过分了 宋小金 你根本就配不上叶佳成 我配不上她 你配得上啊 当然 她本来就是我的老公 师姐 你疯了吧你 你们两个够了 师姐 你怎么会说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来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这钥匙给我 给我 给我 请你马上离开 薄酒 你需要我 我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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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因为我们的提前相遇 所以我与嘉诚 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吗 而且我身体越来越差 准备 他的舞台 还没想到 也是 其实这个是 在你讲好之前 别再传告关系了 嗯 嘉诚 是我错了 我刚刚 不该那么跟你讲话 可我也是被他气得没办法了 我才那么讲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以后我不会怪你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冷战 不要让任何人成为我们的阻碍 好不好 好了 你先休息会儿 医生说你学阿滴 嘉诚 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去帮你打水 好吃药 嗯 咱俩 还没放假 你这么早就回去啊 阿姨转院的事也解决了 医帽总经办你也进去了 你还管我干嘛呀 我还要恭喜你呢 这么神通广大 就把一切难题都搞定了 不像我 这儿活得那么欢 倒从来还是一场空 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难笑生气了 你今天去医帽面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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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意思问啊 医帽总经办直接要了 人事不告诉我 不用去面试了 你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 还想继续跟我装糊涂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通过长进 找关系进了医帽 恰你听我说 我确实是因为长进 认识了医帽 但是 在我妈服完明料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进医帽 直到后来出了这件事情 我才请求医总 希望她能够给我一份工作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定要去总经办 因为医帽的其他部门 也都在招聘的 如果 如果你只想进总经办的话 我可以再去求医总 我请他把你调过来 我可以再去其他部门应聘呢 你还真觉得自己神通广大 可以随便安排 咱俩的职位啊 我已经看明白了 医总就是想要你 难为我这个傻瓜 还想着如果这个职位 在咱俩之间二选一 我就把它让给你 我真的请求过医总 希望他能让我们两个人做同事 我不想跟你做同事 你没看到我拉着行李吗 我要去苏州找陈子松 在那边工作实习 你不可以去找陈子松 够了 你不要再说陈子松是个渣男了 我不想听这些 就像我不想听 叶嘉诚是你未来老公一样 可是我知道这些确实都是真的 是真的又怎样 你说的是未来 不是现在 现在 叶嘉诚是松咬经的男朋友 不是你老公 而陈子松 是我合心合意的男朋友 你确实说得没错 他现在确实不是 但我知道嘉诚在未来 有可能会成为我的老公 陈子松也有可能会变成渣男 这些结果都是有可能成真的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努力 少走一点弯路 早日走上对的人生轨迹呢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难道只有你说了算呀 你跟我说你预知未来 在我眼里跟一个算命的 没什么差别 难道我的人生 都要听一个算命的吗 笑我 我才不管未来是什么呢 我只在乎现在 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你都没有做过 我都没有权利去剥夺他 我的确没有资格 去规划别人的未来 可我的努力 不正是为了让赖桥 拥有更好的结局吗 妈 你看你 一点都不像是来住院的 倒是像来度假的 像是住酒店 我都想通了 你看 也不用打扫 管吃 管喝 不是很好吗 好 怎么样 工作落实了吗 已经定下来了 等你这次手术结束 我就去上班 我女儿真棒 但是啊 别太辛苦了 别为了妈妈把自己累坏了 妈妈会心疼的 不会的 就是一个很稳定 普通正常的工作 放心吧 那翘翘呢 和你一起工作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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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好姐妹不在一起工作也好 可是有一点 不要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啊 感情就疏远了 同学和同事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嗯 我知道 嗯 我这就去给你买 嗯 快点回来啊 行 吃个鸡子 让我亲吻你 我们的爱情 不会停 没有余光的天空 握紧我双手 带给你全部的温柔 用星辰的闪烁 跨越的时空 给你我能给的所有 如果我只愿到 时间会放手 有些话才说不止空 如果能看懂 微笑的面容 是你藏背后的伤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